李小璐被网友封为平息王,被他连累的艺人已超过十位。 娱乐圈出轨或疑似出轨的事件不少。 但能像李小璐夜宿PG-1加这样连累一大多人的几乎没有。 很多看似跟这是不相关的人,其实都被李小璐和PG-1害惨了。 夜宿事件后,刚火起来的PG-1事业彻底毁了。 活动和代言都没了,而网友给李小璐起了个新脉号——平息王。 因为很多嘻哈歌手也跟着倒霉了。 比如进入中国有嘻哈全国总决赛四强的Webber。 本来已经参加最新一期快乐大本营录制了。 官方放出来的预告里也由他开场,但成片播出后, 。 观众发现所有Webber的单人镜头全都被剪掉了。 而没法剪掉的镜头就全部用字幕来挡住他的脸。 真难为了后期人缘。 不久前刚开播的歌手《2018》第一期上。 大家应该都记得在中国有嘻哈夺冠的GAI唱了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人气很高,获得了第四名。 本来以为在歌手的助力下GAI会大火的,但没想到很快传出了GAI被退赛的消息。 后来播出的第二期里,果然GAI没参与录制。 另外,如今网上可以看的第一期里。 GAI的片段也全部被剪掉了,足足比第二期短了十几分钟。 Vera和GAI的例子说明了,如今的嘻哈文化确实被严控了。 最近刚开播的选秀综艺《偶像练习生》里,也有一个嘻哈歌手欧阳靖担任导师。 欧阳靖也参加过中国游嘻哈,并赢得3PSS紧急。 他跟Vera和GAI的情况很类似,你猜下一期偶像练习声播出后,还看得到它吗? 。 毫不夸张地说,李小璐和PG1真的连累了整个中国嘻哈界了。 那些陛下玩嘻哈的估计更没有出头之日了。 很多跟李小璐有关的人也被连累了。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老公贾乃亮和女儿甜心,还有几个闺蜜,甚至是不相关的人。 马苏应该是受连累最快的,李小璐出事后。 马苏就第一时间发布微博帮他澄清,但很快就被拆穿是说谎。 黄毅前夫黄毅清在微博各种爆料,虽然真假难以考证。 但很多网友都选择了相信,对马苏的声誉已经造成严重损害。 所以他后来选择了直接去法院报案。 此外,网友也挖出了马苏一堆心机史,出卖好友李晨。 公布他跟放冰冰的恋情,迷信大仙。 拿前男友孔令辉的指甲和眉毛稍化成灰,然后用白酒服下,疑似出轨为大勋,为了抢头条。 在发布会上公布跟孔令辉分手的消息。 如今再看马漂亮,马苏爱好,的微博,已经被一片片骂声淹没了。 另一位昔日李小鹿的鬼秘刘云,也没能逃过一劫。 有网友专门找到刘云老公正军的微博留言,谩骂刘云。 说他是李小鹿为核心的泰迪家族成员,刘云一气之下。 就冲动反击,我不养狗也不整容,跟他们只是认识而已。 刘云这句话很快引来网友更疯狂的谩骂,网友认为他其实可以沉默,但落井下石就握错了,明显制裁着昔日的好姐妹上热搜。 刘云工作室很快又发文澄清,刘云不是所谓泰迪姐妹团,也不是贾连姐妹团,再次登上热搜第一。 但网友并不买账。 因为刘云之前跟泰迪家族的互动太亲密了,各种亲密合照都有。 而且他在吐槽大会上就口口声声喊李小鹿是我的好朋友,我的闺蜜。 还有两个跟李小鹿扒杆子打不着的人也被网友攻击了,因为被错认成了李小鹿。 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,跑到了李小鹿的微博下各种评论唐骂。 他只好无奈发微博说我叫李小鹿。 软!软!软!软软啊!看清楚!谢谢! 还有部分网友认为李小鹿故意蹭离小鹿的热度,又是各种骂。 李小鹿在怒气冲冲解释,又被网友骂,无奈之下只好关闭了微博评论。 也有人怀疑这只李小鹿和PG1为了分散群众注意力做出的举动。 跟李小冉同样被骂的还有体操王子李小鹏,她的微博也被网友攻陷了。 以上这些都是直接受影响或受影响较大的明星名人。 此外还有一堆跟他们相关的人也被波及,跟马苏有个绯闻的魏大勋。 马苏前男友孔令辉,跟李小鹿恋爱过的李晨,李小鹿的泰迪姐妹们,刘云丈夫郑军。 所以说,李小鹿夜宿事件影响之大,真是前所未有呀。 真不愧是平溪王。